捐盤天公司 做好更多事 现在网路的平台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除了我们的电视频道之外 也欢迎大家关注公司的粉丝团 还有OTT的平台 Telegram IG还有YouTube频道 那就是因为这些频道非常多 所以竞争变得很激烈 那有一个YouTube频道真的很特别 它是百万的YouTube平台 同时它的主持人居然还跨界主持金钟 连喝一个香菜汁都能够创造话题 对 我们公共电视秉持着这个 接近朋友不如接近敌人 不是 他不是敌人 我们是有才华的人 我们都希望 渴望可以跟他合作 因此他入主了 来主持我们公共电视的青春发言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 眼球中央电视台的视网膜 谢谢百万网同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眼球中央电视台主播视网膜 是 那这个视网膜 你在主持完金钟奖之后 喝那么多杯香菜汁之后 后来对香菜有没有比他习惯一点 我想这个问题当然是不用问 绝对不可能 因为我对香菜的这个恨是从小到大 所以喝完之后更讨厌 更讨厌 一个金钟奖 也没有办法改变 那大家都叫你抹磨嘛 那我们也可以叫你抹磨吗 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当然可以啊 李李跟冰冰 那不还好我不叫啦啦 要不然就是李李辣啦 不好听 开玩笑 因为其实当初我看到这个抹磨跟这个我们青春发言人一起合作 我有点差异 想说怎么会愿意来我们公共电视主持像这样的这个节目 那当初的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当然不会不愿意啦 因为毕竟公共电视邀请本身名声就很好 然后另外是因为这个节目的企划是想要用比较有趣 或是比较软性的方式去对一些年轻的观众朋友讲一些法律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可以肩负这样的责任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尝试的 那你的参与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听说脚本你都有自己参与编写对不对 就有部分会一起弄 可是其实法律算是一个稍微有点距离的主题 你是怎么样把它写成是你自己的语言 同时年轻人也会喜欢你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一般在网路上创作一些比如说新闻讽刺的节目的时候 本身就会把一些比较庞杂的资讯把它转化成自己的语言 所以当一个法律资讯的脚本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去转化这个台词 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比较大一个挑战是说 这个年轻观众我们要吸引年轻观众 但是又要兼顾到我们法律的专业 那这个年轻观众到底多年轻 我有时候也在想说他们年纪到底是国小还是国中 所以有时候要去设身处地一下 就是他们接收什么样的语言是最可以吸收 然后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出现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成品 感觉这么丰富这么有趣 感觉抹抹好像是性熟年来一般 其实背后做很大的努力 因为毕竟刚刚如同亚宇说的 法律比较深一点 这个法律的专业要顾到 然后还要要有趣 还要让人家容易理解 而且公共电视好像有一点点尺度的这个 你是怎么样拿捏这么多 不同的这样的领域的东西 尺度的拿捏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在制作过去几集节目的时候 会遇到的一个应该说 不能说障碍 应该说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会习惯用比较网路的语言 然后可能写出一些很有梗的东西 但是有梗的东西不见得适合 在每一个年龄层的观众面前播出来 也不见得适合在每一种平台上播出 所以我们其实常在该说折冲 折冲尊主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去协调出一个中间的平衡点 但是我自己在合作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想 是我一直以为像公共电视 这样子的平台应该尺度是非常保守的 但是在过去几次的合作的过程当中 发现说原来有些东西是可以讲的 原来这个东西可以放 然后我自己有点讶异 那我希望这个开放的尺度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 让我们这个自由创作氛围可以继续的保持 是的 我们公事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平台 对不对 那不过因为这个日新月异 现在看影片看节目是你看完之后 马上就可以在下面按赞评论 有时候影片精彩 但是评论更精彩 某某有没有接受过什么样 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评论 其实在我们青春发言人花的法 这一个系列里面的评论 我自己看了之后 我觉得都是蛮感动的 因为大家有很多人会很认真的去探讨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有关法律的事情 或者是会跟我们说 用这种方式去讲法律 给年轻的朋友听是很有趣 然后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过去 这几次的经验里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IG上 因为IG会有现实动态 然后常常会被提及 在某些现实动态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中生 甚至高中生 还有国小的学生或是一些老师 他们会把我们的影片的那个画面 直接拍下来 就在教室里面照片拍下来 然后放到现实动态上面去 然后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做这个节目跟内容 已经变成是很多人在课堂里面 教学的素材 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那这样子某某你看看 因为现在网路调查 大家以前都是说 第一個志愿要当医生嘛 那现在好像都是我第一志愿就是要当YouTuber 或当什么直播主当网红 那你要怎么样这个鼓励 或是怎么样告 不能讲告诫 就是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给这些年轻朋友 怎么样善用这所谓的网路 这样的多媒体 其实第一个是我会推荐大家 如果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讯息尽量都多看 因为有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频道 去对一件事情去阐释的东西 其实都是会不见得一模一样 那你多看多方去参考 多方去查证 或多方去阅读 阅听 其实对自己的这个想法 比较不会一次的 被一个单一的讯息给影响到 那另外很多年轻朋友 现在都说很想当YouTuber 我只能说 心理素质先调整起来 如果当你今天在学校 走在路上的时候 被一百个同学狂骂 然后用血眼瞪你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 有任何一丝心理的紧张 或者是任何不悦的话 那我相信你就非常的适合 来当YouTuber 或者是来当网红 因为现在的网路创作者 其实都会把工作跟生活 结合在一起 但是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压力 就是在工作之外 也会带到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 这件事情的话 要先去想想看 你自己的心理素质 是不是可以去应对 这些状况的 我想透过摩摩 今天的这个分享 我们也知道公共电视 真的是一个雨时俱进的电视台 对不对 我们这个跟他合作 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朋友 一起来看到公共电视 有这么多优质的好节目 当然会需要您的支持 所以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追观景公事 做好更多事